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们讲一下 这赛道具体怎么跑 哪边是刹车 哪边是油门 大家可能也不是第一次接触卡丁车了 我就不废话了 可能您经常玩卡丁车 你觉得室内玩的不过瘾 那一定得来RAID 1的室外看一看 我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没关系 就算你是没有任何卡丁车经验的初学者来讲 你现在边上这个就是初学者之车 这个如果你小时候玩过那个跑跑卡丁车 这就是那板车 它没有任何驾驶难度 左脚刹车 右脚油门 现在初学者之车没有任何的意思 对于我来讲 我这种高低是自己有一些小超跑的驾驶经验 而且经常跑赛道的话 那推荐您看看这边 那刚才我跟大家说 你开板车啊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防护措施 你不用穿赛车服 你也不用戴手套 你只需要戴上头盔 保证你和他人的安全就OK了 但如果玩到GT Max这个级别 它的速度感 它的危险感 它的这种操控感 就完全和板车不一样了 我需要穿赛车服 我 可能这车你开的是一普桑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普世纱是一宝儿节起步了 卡丁车这个东西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有不同的车型 现在我只能介绍到这个级别 但是一会儿我带大家看看 什么叫顶级高手 后面停着拉法呢 我带你们走一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一个好大哥 硕哥 也是我们自己玩卡丁车 都玩出车队来的选手 这块就是Raid-1会员的一个专属区域 开两冲车的就可以把车停在这儿 你说这两冲四冲啊 大家不太理解 混淆 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 板车最刺的 之后就是GT-MAX 对 能放在这儿的啊 都是自己的车了 就是GT-MAX和板车都是车厂给你提供的 你需要花钱就行 当然这东西都是你自己买的 你看这俩干嘛呢 Water老师 哈喽 哎呦 哥 阿萌 哎 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Water老师 刚才你们看辈儿帅呢 从场上下来那个 就是Water老师 Raid-1的大少爷 啊 何江萌 这个整个卡丁车厂都是他爸 因为他喜欢卡丁车给他煎的 我们很多兄弟就特别想知道 就是卡丁车这个车队 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自他主持 嗯 整个咱们玩房车汽车那个车友会 其实性质差不多 我们都是各行各业的 我们有些人结婚了 有些人还是小孩 像何江萌啊 00年的后起之秀了啊 就大家可能平时工作状态啊 就没有那么多的运动性 哎就是大家想要激情 想要在赛场那种公平竞争 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可能说压抑着我们 但是我们一到赛场啊 把这东西带着 一盒杆 晕着完了 我们的沃特老师给大家讲一下 DT麦克斯上面的高阶车型是什么 啊 那就是这个专业的这个两重车 其实改装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什么改装 所有的东西都是统一规格 这些条的数据参数上面会根据每一个车手 和不同的赛道会有一些调教 但是所有的发动机的排量 然后轮胎等等全部都是比赛的都必须是完全统一 这能比DT麦克斯快多少 这台车的话应该比DT麦克斯快大概20麦左右 哎 DT麦克斯极速是100 这么着 大家可能啊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概念 就觉得开车开多了20麦80到100才20麦 咱厂上给大家看一下 对这几个车到底能差多快 2 2 2 3 3 4 2 3 5 2 3 5 5 5 2 9 让我们合乡帮同学 约大家假样KZ 这台卡金车相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台 它是搭载了一台KZ的六档挂档式的一台引擎 然后这台引擎给我们提供了大概要有45匹的马力 因为我们卡金车我们车量还是比较轻的 所以说一个45匹的马力 可以让我们的车量有非常强的一个推背感 甚至可以说路面上跑的高跑 咱们看吧 0到100没有能跑过这台车了 多少秒 差不多的 2.6秒 2.7秒 别的不说换装给兄弟们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装备太帅了 怎么着我这老师 走着 3.8秒 3.6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